Hotels come 剩下不到50天 8月初就要舉行的巴西奧運 现在会不会是百年来最惨的奧运 因为传出现在的场馆 还没有完全的建好 甚至验收都还有问题 还有包括了选手春 到这个场馆比赛的这个铁路 甚至交通到现在还没盖好 这剩下50天了怎么办 还有包括了天气的变化 你知道吗 现在南半球进入到了冬天 他们的这个冬至已经到了 现代的巴西 居然创了近几年来 寒流侵袭的时候 现在才11度 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温的记录 甚至有些地方还掉到了零度 这就是激烈天气所造成的一个波及影响 那现在包括了美国西南部 凤凰城一带 还传出温度飙高到40度50度 这种高温 但是到了巴西居然出现了寒流 可见这种声音现象 反声音现象 会不会持续大闹巴西奥运 还有今年的巴西行情 因为有非常多的投资人 在前几年听了很多 这个基金经理人的话 说有奥运商机 一定这几年可以在巴西身上大捞一笔 但是近几年的投资 看起来在基金的一个绩效排行榜上 好像不是很好看 请教冠青 这个问题刚刚也有提到 为什么说这次巴西是百年来最惨奥运 那他未来要面对挑战好像还很多 我想其实奥运所看的是这个周边商机 可是这一次有这个枝卡病毒在 甚至包括现在警察领不到薪水 你去这个去看奥运会不会被抢劫 也会不会就死于非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些商机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了 那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近一年来 如果你是去年此时去投资这些基金的 不管什么法巴 什么汇丰 汉雅 野村巴西基金 你大概全部都是一塌糊涂 除非你是今年年初来投资 如果说你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不错 都大概成长平均 大概都有三成左右 主要原因就在于说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实今年原油大涨 巴西本来就是靠这种原油 去年很惨 今年因为油价反弹上来 还有准备要弹劾他的总理 所以看到巴西股市有一波反弹 的确没有错 甚至包括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 包括说这个巴西 现在他的讲法是说 这个财政部他说的这个 2016年财政赤字是从这个 970亿元 这是巴西的一个所谓的 巴西的一个币别叫尼尔 上修到1705亿 所以大家在猜测说 他下半年会有更宽松的 会有更穿松的措施出现 通常遇到宽松的时候 可能就是代表就是说 投资可能会增长 不过当然会不会同样都发生了 其实投资本来留意到 重点在哪里 就是以往过去 过去这种所谓的一个奥运 所谓的后奥运的一个效应 什么叫后奥运效应 就是奥运之前股市大涨 奥运之后股市大跌 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 之前在这北京奥运 就发生过一次 一次所谓的后奥运的一个效应 会不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再度发生倒是一个问题 不过也还好说在于说 如果说只要是原油跟大中物资 其实这个中南美洲甚至巴西 它就靠出这种东西为生的 如果说原油跟大中物资的这个价格 还在做一个走洋 甚至至少维持在这里的话 原则上可能就比较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当然大中物资跟原油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在于你还要去看美国的脸色 美国如果费的今年 它这个12月份 它还是要升息的话 恐怕也会对于说 如果美元一走强的话 这些大中物资 至少或包括像原油的一些 持续的一个涨势 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 好 刚刚其实我们最早之前 有讲到这个激烈天气的形态 可能造成了一些波及影响 但是前一段 这个玉堂有提到 黄小玉可能还有机会 再涨再下半年 等于是给了巴西的这个市场 一个强心增 代表在下半年 所谓的后奥运的时期 其实有靠这个大中物资 支撑的机会了 我想的确没有错 刚刚凯明又提到重点就是 现在他们冬天 竟然出现那种十度的 这个以往不太可能 发生的这种情况 所以他一定 产量一定变少了 甚至不知道 其实这一次的黄小玉大涨 这个都跟这个 我们这个原油的一些需求 我想都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以前可能 这个大家以前 好一阵子没在炒的 一个生殖能源 因为这个原油20块 你还炒什么生殖能源 现在有些东西 包括玉米部分 可以去做生殖能源 他拿去做生殖能源之后 他本身的价格就变贵了 所以这的确是有机会支持说 巴西的股市 甚至整个拉丁美洲的股市 做出一个比较明显反弹 不过还是要留意到说 万一又重演了 这种北京奥运之后的一个效应 这个北京奥运之后 中国股市跌翻天了 所以在投资上面 可能还是要非常小心 如果以他的基期来看 他只是今年反弹 还算低吧 基期是真的很低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 我想可能还是在于说 这资金 因为先前这一波资金 尤其从这个国外流进去的一些资金 他多半都是看这一次的奥运 会不会是奥运之后 发现到效果不是那么好 因为这个观光客 可能没那么多的情况下 开始做出一个资金的一些抽回的话 我想恐怕对于 还不只是他的股市 可能对于他的一些会市而言 可能就有比较反面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的结论就是 如果在巴西基金的部分 可能在后奥运的情况下 今年已经涨了 所以后奥运上最好抽手抽腿 那反而可以放到矿业 或者是黄小玉基金上 我想可能是没有错的 OK 好 这个结论就给投资朋友一个参考了 大家从这个角度当中去推敲了 其实讲到巴西 虽然感觉跟我们有点远 但是他所带来的一个 背后的投资方向 很多投资人在这几年 可能套在里面 今年稍有尝到甜头 但现在要怎么操作 提供给您做一些留意 那讲到了这个礼拜 投资人可能要密切关注的重点 有好多的个股准备除全席 还有好多的个股准备要召开股东会 那包括我们刚刚有在之前谈到的 鸿海礼拜三要举行股东会 这礼拜周末 礼拜五有宏达店要举行股东会 我们看到今天宏达店股价稍有反弹 而且还拉了尾盘 最后收高上涨四块四九十二块六做收 但是之前冲到百元好像就过不去 拉回震荡 这个空方的下跌缺口还没有补上 这个股东会的效应 看起来他要面对股东的拷问了 虽然我们之前拿到了宏达店的 致股东报告书 黄雪红是道歉再道歉 但是这次的股价这个位置点来看 你怎么看 好的我想第一个重点的话 因为有时候一些外资报告 会影响他的一个股价 因为高盛的话 很喜欢隔一段时间就讲不错 再隔一段时间就讲不错 所以常常讲的不错的话 都会有一个反弹 都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考虑到股东会 还是会谈一些所谓的 基本面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所谓的虚拟实境 一般来讲以宏达店要卖一百一十万台 他才会损益平衡 他今年预估大概五十万台 一半而已 所以他还是亏损的 因为他价格是799 那龙头那个Oculus 那个脸书的Oculus 大概是这个599 那Sony是399 3000的话是100 价钱都比他漂亮 799块 而且如果以游戏来讲 Oculus有100个游戏 Sony有50个 而且越来越多 因为Sony本身他的PS4的软体很多 那宏达店大概只有30个左右 那慢慢再增加 也就是说你的游戏软体 比人家少 但是你的价格比人家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大概原则上 还是在损益平衡的下面 因为110万个 你才大概50万个左右 所以原则上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重点 那第二个来讲 手机的部分 因为手机的话 第一季他大概是250万支 第二季大概是320到350左右 所以这样换算的话 他一年是1200万支 以前宏达店赚72块那时候的话 是卖4500万支 现在才1200万支 所以因此从手机 从所谓的虚拟实境 其他还是亏损的 所以第二季可能亏损还是会扩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般他基本面还不是很强 只是说有时候外资报告 会针对VR未来的展望 然后市场上热络度 然后就涨一波 但是基本面我觉得还是要经过考验 好 就看看王雪红怎么说了 那明天的看盘重点 必须注意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成交量 600亿的话大家都 太少了 所以沿着上那个气息的话 那个力道的话 就没办法出来 那第二个重点 刚才我们讲这个除息 希望细平的除息好一点 因为今天第一个除息的华汉 除了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对于除息的行情 有点害怕 所以沿着上希望这个除息行情 如果好的话 表示长期的投资都进来 第三个强势股还是要继续强势 记忆体的股票 包括威钢 平安 群联的部分 它维持持续的强势 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深指标 就是有异地跟面板 如果他们能够继续维持一个资深的力道 大阪就稳 就怕短线行情 而影响整个大阪的蓄涨的力道 是不是 好 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